一條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董潔 我在做直播這件事情的時候 也很忐忑 我單純覺得說我們先試試吧 沒有想到大家討論度特別高 因為我也是平常喜歡買東西 特別像我平常陪朋友逛街 我就會當一個參謀一樣 站在他旁邊 我告訴他 這是什麼牌子 他怎麼怎麼樣 然後這件外套 雖然貴 但是你值得買 生活是最真實的 他不會騙人的 當你其實在事業上 或者是在一些東西上 感受到你的無力感的時候 我的生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它在給你蓄力 以前我是一個太不喜歡說話的人 我認為說默默努力可以做到一切 但是你會發現好無力 依然是好無力 所有事情都很無力 然後所以我在想 我不要再讓他們去用他們的角度 去發他們想要發的東西 我真的由衷地發現 我要告訴大家我是誰 那我就是有一個平臺 一開始就是分享一些我的做飯 然後去做一些小餅乾 然後小甜品 一共多少錢 我兒子的記憶就是跟媽媽去菜場 那家毛毛綠綠綠攘攘這種感覺 非常非常落地的一個生活 可能因為我爸爸也喜歡做吧 小的時候他教給我怎麼樣用刀 手要這樣慢慢地握起來 然後刀才不會切到你的手指 那我就放在我之前 五抹醬裡的這個小瓶子裡 有的時候有一些很好的那種 丟掉了就是很浪費 它還是可以再利用的 就我之前有朋友說我像七零后 真的好會過日子 每一個扣起來的設計 我是後來其實越來越喜歡一些 非常自然的 我的朋友,我的親人,我的孩子 她是一個什麼狀態 然後這個也非常熱 現在的話跟鼎鼎 你們倆更像朋友 因為她現在已經到青春期了 她現在有她自己的朋友圈 去做她自己想做的事情 很鬆弛,很舒服 然後像朋友這樣的一個關係 對於演員來講 其實到40歲是有緊迫感的 如果所有的人都在說我好 說我真美 可能我也沒有辦法接受 我有天衰老 但是我的經歷告訴我 一切都要去一點一點的去積累 我要隨著我生命的軌跡裡面 去演不同不同的這樣的一些人物 王上,勇宗他還小 從未離開過成千 比如說我拍了《吳一傳》 後面還有《幸福一家人》 這幾部戲都非常非常的辛苦 你好母親大人,那就不用說了 付出了我非常多的時間、精力 還有情感 但是戲不完也就不完了 好像連點涟漪都沒有 大家的熟知度跟金粉是家 那是天壤之別 你說難過肯定是會有的 就是我會覺得說 OK,你已經做到你自己認知的99分了 那好,我們把以前全部忘掉 我們可以從零開始 我覺得我是有認真的一個人 也就是從小獨立 上小學期間 那個時候爸爸媽媽都是雙職工 放假的時候其實家裡是沒有人的 我就是做方便麵、炒米飯 我十歲到不對 後來我們十六歲 就等於集體回到了廣州軍區 所有的事情都自己打理 一些生活習慣都是在那個地方養成的 我以前確實沒有把我自己當成一個主體 其實在順境的時候 你會覺得,好啊,是呀,行啊 會有點推著走 但是只有在逆境的時候和挫折的時候 你才會有一種想要去努力 真的是要把自己當成主體了 就是那段經歷非常厚重 在別人的十年裏面 可能是在我這兒可能走了20年 我認為人生不可能 就是那麽簡簡單單的 就像橡皮一樣就擦掉了 但是你一定要盡量地去放下你的一些負面的情緒 然後認認真真去體會你當下的生活 然後踏踏實實地走下去 然後也要從容